玉西地区农会因为疫情顺严的农民节活动选在今天举行 而农会山巨头带领大家挥别地震农产损失的阴霾 也高度肯定玉西农民在全国竞赛中的表现 现场充满正能量 原定5月份办理的农民节因疫情影响顺严至今 玉西地区农会加征班台上热力四色的舞蹈表演来庆祝 除了农民踊跃参加包括农粮署花莲农改厂 以及农水署花馆处等长官贵宾也都到场庆贺 也肯定玉西地区农会以及农民产销班的各项成绩成果 那最重要就是今天真的在过去一年当中 玉西地区在农友之间的一个努力真的获奖连年 这几年来玉西农会真的是在全国不管是大小时候竞赛 现在一些农民一些农产品在榜上都有都是名列前茫的 很高兴这些青民回到在地来跟踪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思考比我们老公平这些老公还先进 所以在这几年它让我们为了慢慢的成长 大家应该有目睹 这一次0918大地震也造成了农田农产不少的灾损 农会山巨头至此时也带领大家挥别地震农产灾损的阴霾 透过既有农民以及既有产销般的表扬 用满满正向能量继续打拼 迎接农产丰收 我们玉里人都很坚强 然后也很有自信 我们慢慢慢慢 我们家到现在也是收拾户 也都还没修好 水塔也都还没有掉到 可是我觉得至少不幸中的大事是 我们人员上面的伤亡可以说几乎没有到 县长许正威也特别到场 给农会以及农民最大的鼓励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波导